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上个视频我们叫卓也轻一郎为一郎 在三思考后还是觉得教会他卓也比较好听 现在卓也挡在植木面前 神代理使用能力 神手把他的头巾给抓下 这下卓也就使用不到他的能力了 他迎面吃下了火人的盐蛋 这些攻击他还撑得住 接着火人喝下两瓶水 使用盐蛋一万度 这下他应该撑不住了吧 这时植木把水平压缩 直接使出成长快速的树木打穿盐蛋 把火人撞到墙壁上 逃跑的神助理逃到外面之后 因为犯规而落下地狱 就这样植木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这时来到另外一个学校 有一位少年他叫竹力 由于没有跑步的才能 团长要求他退出田径社 他非常的懊恼 因为他非常喜欢跑步 他想赢得比赛 让自己拥有跑步的才能 他的神代理教他把植木给解决 这样就可以了 刚好第二天 他们的学校 与植木的学校 一起练习跑步 植木是田径队的王牌 他是上一次比赛 差一点就刷新了 国中1000公尺记录的人 但却因为即将到达终点时 急着上厕所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众人都说他有才能 竹力非常妒忌 因为如果他拥有跑步的才能 就能够刷新任何国中记录 竹力靠近植木 与他一起跑步 然后他把植木诱导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那边进行战斗 竹力的能力是将棉花变成桩子 他的公鸡轻易就把植木的树木给打断了 当小艾赶过来时 植木几乎是处在下风 但植木却担心的是 这次的马拉松可能会排到最后一名 竹力用装子把爱室的小艾给困住 接下来植木的树木都轻易的被装子给破坏掉 竹力说起自己小时候总是跑在前面 但来到国中后就落后了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跑步 但没有跑步的财 他也尝试努力过 可是时间还是缩短那么一点点 他说只要自己拥有跑步的财 就不用像那些傻子一样 每天拼命的练习跑步 植木抓住他的攻击 说热爱跑步的人 每天拼命练习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问竹力 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人像傻瓜呢 他凭什么说这些人是傻瓜呢 植木被装子给困住 他双手放在地上 树木从地下涨出 直接打飞对手 小林老师说植木下次会失去的财 就是最重要的跑步之财 他说暴露出来是为了让植木 小心使用能力不让财消失 这时田径部的团长找来竹力 因为他跑步中途推出 他叫竹力马上推射 还嘲笑他一个没有跑步才能的人 是没有权利在运动场上跑步的 植木觉得他说话太过分了 直接用能力把他给打混 这下他的跑步才能也不见了 失去才能的植木 依然每天非常开心的在练习跑步 但是他已经跑得比以前更慢了 他说一个人真心热爱跑步 总有一天会跑得很快的 这激励到竹力也开始回去练习了 昨夜出现说 他因为老爸关系要搬去大阪了 今天是来跟他们道别的 他说这场比赛有些人想得到不好的财 所以那些人就让他打倒自己 得到自己想要的挖掘之财 他要挖出属于自己的温泉 说完他就离开了 这时他们身后出现一个恶霸 说本来要给卓也来一点颜色看看 植木问他赢到比赛后想得到什么财 那个人说他想得到偷窃之财成为一个超级大盗 没说完直接被植木给秒杀 镜头来到我们的天神大人 他看起来非常开心 小矮人是来报告昨天的战果 天神大人从一堆参赛者中选出五名非常优秀的人 其中之一的李崩 他擅长以武术制服敌人 接着是玛丽 是天神的财 再来卓也 另外是贝罗多海盾 我们就叫他小罗 最后就是我们的植木了 天神大人说完后就去狂欢了 回到人间 小爱说植木本来拥有11个财 现在剩下8个了 植木说自从他失去读书的财后 理解能力变差了 人家看一遍的东西 他要看100遍才能理解 可是他只要比别人用功100倍 就能够跟得上了 就算没有才能 还是可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补救 由于小林老师感冒了 班长要叫同学去拜访老师 小爱志愿去探访老师 还带上植木 因为他要找到如何不减少财的方法 他们把小林老师给绑起来 然后搜索他房间找线索 小林老师说 天界的人和人类是一样会生病会死的 全能的只有天神大人一个 他们是被天神筛选出来的 也就是侦察员 负责挑选够资格参加战斗游戏的国中生 小爱看上旁边落后的电脑 找到一个叫植木的法则的文档 打开一看 原来全是植木的财 这时 李崩来到小林老师的家门外 他嗅到能力者的味道 小爱把文档拉下一看 植木追加了三个才能 被小爱发现了 只好招认了 他说是创造植木的设计图 在他居住的天界里 有一个名字叫天神的老头 有一天突然叫上小林老师 他问小林老师 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无聊呢 天神自问自答的说 非常无聊 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无聊 是因为每个人一出生 就拥有几项与生俱来的才能 然而一个人的才能 却注定会对他的人生 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他才会想出这场战斗游戏 让参赛者的才能的数目 要加要减谁自己喜欢 他想借由这场战斗 开创打破常规 创造属于自己的法则 把这个世界托付给 最后获得胜利的国中生 那么未来就一定非常有趣了 只要每打倒一个能力者 自己的才能就会追加一个 突然地震 让植木手中的饭团掉落 这时小林老师追着饭团掉了下去 然后被罗里给载走了 那地震是由于铁柱弄断造成的 原来是礼崩的杰作 他叫植木来到一个空地 与他进行战斗 植木先攻 他从地上招出大树 但被礼崩轻易劈成木材 他说自己根本都不需要使用能力 因为这是他修行的方式 他的武器就只有这个身体 植木同时变出四根木刺 刺向礼崩 李崩抖动双手就把那木材给磨成粉 被折腾一番的小林老师回到自己的住家 就发现有个人坐在那里 他叫小林老师为了植木着想 就放弃这场战斗 植木的攻击都一一被瓦解 现在唤李崩出招 植木把自己送上树顶 李崩一拳打断后 植木就飞到他身后使出木刺 李崩说他的速度不够 根本倒不到他 另外就是他的能力不够 一个手刀就把他的树给砍断了 小爱从小林老师的电脑复印出植木的法则 他想找找里面或许对战斗有利的情报 李崩一拳打向植木 植木顺势利用能力卸掉李崩的攻击 植木顺势把他的帽子给抢过来了 李崩说他的直觉感觉到植木有他人没有的神秘气息 他摆出姿势突然就消失在他们面前 接着直接用手肘 直接打飞植木再抢回帽子 植木使用能力的瞬间被李崩给踢断 然后再把他踩到地面 这时李崩的后补神说他绝对不会使用能力 就连他都没有看过李崩的能力的样子 李崩之所以坚决要利用武术战斗是有原因的 事情就发生在七年前 李崩的养父李龙是一个格斗好手 李崩非常崇拜他的父亲 但没想到他父亲软上流行性疾病而去世 李崩发誓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不让他蒙羞的最强格斗家 李崩是没有格斗制裁的 他经历七年的偶心力学的苦练才造成现在的实力 这时植木已经被打到脚软了 植木袭击李崩差一点就打倒他了 植木旋转手臂 造出了一个漩涡形状的植物 李崩冲上前 被这个像弹簧一样的植物弹飞撞到石头上 这时李崩使用连续拳攻击植木 植木从底下造出一个木棍 直接把李崩给打飞 幸好李崩来得及走掉 现在李崩按压身体摆出姿势 然后冲向植木 他就像猛牛一样直接把石头给撞碎了 这是李崩的大招 炎枯王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